听听就好 别太认真 无正经Podcast 我的家 收藏 以后不是收藏了 我的家 价值几千万的金钱啊 为什么很想唱这首歌呢各位 因为现在的房价 这是越来越高了 因为我们现在每次 一开那个房价的时候 我们就看到 哎呦又创新高了 好像没几个星期 我就看到一个新的 这个房价创新高 像近期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在 Margaret Drive的 房市的政府组屋 它的那个售价的话呢 各位 已经逼近了将近200万哦 它是170万耶 Oh my god 我买不起 这有何德何能 是而且他们讲说在 刚刚在一两个月前的吧 他们就是之前创下的这个 新高的话呢 是158万 然后现在呢就马上变成 170了 所以有些人专家就讲说 搞不好在今年年底之前 有可能就会突破200万 而且我们讲的是HDP哦 HDP要这样贵的吗 嗯 HDP不是 那个 数百千不就可以拿的吗 嗯 你是活在1980年代吗 哈哈哈 房价一直在起啊 小姐 没有就 BTO啦 没有人家你买resale吗 你买到1.7 mil 1.7 mil 你可以买lander 不是吗 是是是是 很夸张耶 OK 是是是 OK 当然BTO还是一个选择啦 这是当然的 但是 现在很多人还是在看着那个 resale的房价 就是转售主物的房价 因为这个是很多年轻人 对 年轻人可能 可能可以选择BTO 但是BTO你还要等上四五年耶 如果说你要结婚 要生孩子的话 那你这样拖一拖的话 其实可能影响你的计划 是影响的蛮长远的 也就是他们等不起那个时间 对是 所以他们就只好花钱去买他们想要的物资 对是 我其实有好几个朋友已经是这个样子了 因为就觉得 我要等四五年 我没有办法再等这么久的这个时间 你这个是BTO的还是 BTO 我没钱 我只能BTO 你叫我resale 我宁愿住Tentage 我真的没钱 I cannot Tentage在East Coast Park那边 对 Parsary Park 我可以住个一个月 拿license一个月 permit啊 M在Parsary Park 不好意思 那个你是要钱的你知道吗 对 那个就是一天五块 哈哈哈哈 你就是违法吧 你就是违法吧 你 但是OK 你这个区域的话 因为 大概讲区域一下可以啦 可以啊 因为你这个区域是算东北部的 然后 这边算是under Liz and Longer Jurisdiction 哦 像 阿姆丘 对 哦 OK 红帽强那一个集选区 但是它是比较偏 比较偏啦 比较偏 North East 东北部那边去了 所以 这边也没有很靠近地铁站 但是是个五房市组物 所以你买的时候是 三百七十多千 哦三百七十多哦 但是那是什么时候买的啊 哇哦 六 有六年前吧 六年前 六年前买的 就是pre-covid的时候买的 嗯 so pre-covid的时候 五房市BTO是可以买到 就是这个价钱啊 三百七十多千 是 我现在有一些朋友就是 可能有在那种什么 B山这种地方 嗯 地方BTO 可能几年前BTO到的啦 然后 现在已经在这种成熟组屋区的话 最大就是四房市嘛 所以四房市的组屋 它那时候BTO是到 他们六百六 啊 六百六了 哎呦 B山呢 嗯 是是是是 因为B山是真的贵 对对对 Prime location啊 对 很多时候都是因为location 哦 但是你跟转售组屋比起来的话 那个房价还是天差地缘的 对不对 你现在看得到很多的政府组屋 我们以前想像说 哇要突破一个百万的话 好像是一个天 天价来啊 嗯 一个天价来的 天文数字来的 你知道吗 好像不 遥不可及这样子 然后就是 一直想要克制 这个cap在一个 就是 呃 一百万底下 现在就是轻轻松松 搞不好我们在年底之前 可能就会突破 两百万了 所以我不了解咯 嗯 买的下手的这些人在干嘛 就是 那个钱从哪来 因为我觉得 如果是年轻人来买的话 我觉得应该付不起 这么 这么 这么多钱吧 嗯 是 五房贵 五房虽然是很大 你五房就已经 卖1.7mm了 更何况是四房 对 是是是 甚至要一个basic四房 都很贵咧 我觉得年轻人 应该付不起吧 嗯 是 但是 没有办法 今天房价真的是这个样子 像我们看到有些房价 可能以前 呃 我 刚刚有看到这样的一个报导 他们就讲到说 就是可能之前 突破的房价 然后我们以为说 突破房价了之后应该就可能好几个月 都不会有再突破的这个纪录了嘛 对不对 没有耶 一突破了之后 他们就因为很多人就开始卖了 他们就说 可以卖到这个价钱好了 全部一窝蜂 他的价钱就是定在这个价位了 所以全部一起涨 然后全部都是定在这个价位 所以他们在一出了这个价格了之后 他们就接下来的几个月 陆陆续续就有很多这样子一个房子 都是以这样的一个价格出售的 所以他们就预料到讲说 搞不好接下来的话呢 就是会有越来越多 就是在差不多170万的这个房子出现 因为现在170万的这个关卡呢 已经突破了了 然后他们讲说的话 其实现在的房价的涨幅的话是 稍微放缓了一点点的 是 因为像在2021年的话 那是涨了13.3% 然后2022年的话是涨了9.4% 然后2023年的话呢 是放缓到5.8% 所以是比较稍微比较好一点点了了 是稍微比较好一点点 对 但是 跟我们的这个家庭的年均收入的增幅 还是有差别啦 因为年均增幅的话是差不多2.8% 所以这个房价现在涨了5.8%的话 大家还是会觉得稍微有点吃力 因为你跟我们薪水只涨2.8%了 但是你这个房价就涨了5.8%了 所以我很好奇要这人做什么工的 他怎么可能 就是你怎么算你都不觉得那个人只要去拿1.7000 你又可以买一个5.8% 这不是年轻人啦 不是年轻人 我觉得年轻人应该是 除非你家里很有钱咯 不然你可能就买不到这样的房子 然后可能就是会比较偏向就是买一些BTO啊 所以我觉得说新加坡还好 就是还好还有在BTO啦 因为像我也有很多朋友是在台湾的 那他们有真的跟我分享到在那边的一个状况 就是他们在 像他们很想要拥有自己的房子 但是是几乎是 很不可能跟遥不可及的一件事情 所以他们都是在租吗 都是在租 所以像我有些朋友可能跟我们差不多同样年龄 30多岁40岁 可能结婚啊 有些还有孩子啊 在租房 他没有自己的房 没有自己的房 而且你猜他租的是什么房 怎样的 一房 一个厕所 没有厨房 没有客厅 就真的是租房间哦 不是租房子哦 租房间 而且这房子还是40年的老房子了 结婚了啦 with孩子 有这么贵啊 现在那边的房子 是是 如果你去看的话 因为台湾的那个收入的话 是跟我们新加坡的话 还是有一点的距离 但是他们的房价的话其实也是蛮高的 就跟我们的其实蛮接近或者是稍微比较接近一点 OK 这个我没有做过研究啊 这个我只是就听我的朋友 因为我朋友是在这方面 他就是有特别专门去研究 他就是有一次去看咯 就是因为他 他的老婆是新加坡人嘛 所以他自己是台湾人 所以他就特别关心这个房价 所以他就一直有去看 他就觉得说 其实发现到说台北的那个房价 特别我们讲的是台北啦 那如果说你去到可能其他的地方啊 我想象可能那个二三线的城市的话 可能他的那个房价可能不会这么高 但是这些城市的话 也就是你的工作机会也会比较少一些些 所以大家还是会踊跃的在一些大城市 像台北在那边工作 但是就发现在那边真的买不到房子 那个房价是稍微的比较贵一点点 所以他们现在很多都是租房的状态 然后现在他已经形成了另外一种 另外一种文化了 就是有房的就是一直都有房 没有房的就一直没有房 因为他就变成是一个有钱人才会买 那你买了你卖你卖了之后 你有钱再去买多一个房价房子 然后那个房子就一直 他的房价就一直在涨咯 你知道吗 所以有钱的人就一直能够 maintain着 对 能够拥有这个东西 那如果说你是没有钱的 那你可能要化约到能够买房 他这个是一个 哇你能够做得到啊 有的时候他们会有这样的一个反应 哦这样好像变成跟新加坡的那个感觉 我觉得新加坡不会 新加坡不会 因为新加坡有BTO 有BTO有差 有BTO有差 因为有BTO就是 他至少控制那个房价 房价在一定的水平 你如果真的 OK 我们现在讲好像台湾的话 他台北跟什么 嘉义啊 是相差的很远的一个地方了 对不对 你可能单单坐火车 我们最多我们如果说要买便宜的房子 我们可能住到什么 Woodlands啦 什么Bongo啦 什么住到Jurong啦 那边的房价还是 特别是BTO的话 还是控制在一个可以接受的水平啦 就是年轻人 我觉得至少还是买得起的 但是你就真的只能往BTO的方向去思考咯 没有我本来要讲的是很像 刚刚你讲的嘛 台湾现在有一个现象就是 那个人一开始就是买了房子 然后之后他就可以一直maintain 是因为他一直卖 对 然后又可以用那个卖掉的那个钱 再去买一个新的物质 然后在这段期间 他还买了那个房子之后 还租出去 出去之后再去收租嘛 收租了之后 他这段时间又赚钱 然后能够抵那个房价这样子 所以他就是一个变成是有钱的人就一直在赚那个钱这样子 因为我发现我住宅朋友每个都也是开始这样 他们有可能就是开始就是先买BTO嘛 然后买了BTO就有了那个钱 那个钱之后他卖掉嘛 有那个钱了 他们就开始买condo了 对 买condo 所以他们一直要趁这个时候就是换物质的时候 去赚取那个钱 是是是 这样他们才可以就是 他们就是靠这样子搬家 买新家 才能有更多的钱 他们把它当作是investment的 是对啊对啊 真的没有办法了 因为现在你 你如果说要能够真的让你的钱生钱 那你就要 可能有不同的一些方式了 那有些人就是靠着 投资在自己的房子 我其实也是有想过这个样子的啦 因为我 因为目前还说还是单身嘛 对不对 那就要开始为自己打算了 以后如果老了之后 然后你要医药费啊什么之类的东西嘛 对不对 所以这个价钱就变得是一个 就是你能够赚到多少钱 变成是一个很重大的一个考量了 但是我就想到说在这样的情况底下 你不要讲只是年轻人了 单身人士其实也是有很大的问题已经存在的 你想想看你随随便便每一间房子都是一两百万 这是真的 单身人士自己一个人去供哦 如果你今天是已婚的话 然后还有孩子的话还比较简单了 但是如果单身人士一两百万 哎哟你每个月要拿出几千块钱 单单就是那个房租的那个价格就不简单了 这样其实哦 现在的年轻人哦 真的要更努力的工作 才有那个钱才还那个BTO 他们大家虽然BTO的价钱 当然这几年都没有有太大的涨幅啦 还是控制的范围啦 对还是在控制范围 大家还是买得起 但是你要还那个钱 大家就是要更努力的工作去还哦 I mean you can take HDB loan啦 那个loan那个rate就是一直cap在那个 那个how many percentage这样子 对对对 所以我老实说我真的是很感谢 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机制在那边的 对不对 因为如果老实说 我们今天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机制 我觉得新加坡哦 跟台湾一样讲 有可能 有可能 那个房价是往长 因为新加坡这么小的一个城市啦 对啦 对不对 全部人都挤在这里的时候 每个人不想买房吗 每个人都想买房 所以当你没有这个BTO的 这个机制在这边的时候 哇我没有办法想象啦 因为你一拿掉这个BTO的机制 BTO的机制在的时候 大家才会想象说 哦 OK 我不能乱来啦 因为那个 你现在不要 你那个房价太高 那我就去买BTO咯 所以它还可以受 它还控制在一个范围之内 如果说没有这个BTO机制 我觉得我们现在这个是 房子是全部添加 让网上飞的 我们不用全部搬到East Coast Park去住 各位不用担心 他们要海景啊 要海景去那边住海景啊 不然 还要去哪里 Busley Spa 听听就好 别太认真 吴正经Podcast Busl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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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usley